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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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段落里面就是描述到 但以你所见的最后一个异象的主要内容 而当中包括了很多的战争 有南黄有北黄等等 我们今天就先看这张经文的上半部分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主要我们看到你比达尔尼的异象里面 看到是关于末日要发生的事 主要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凡事都是掌卷在你的手里面 我们深信主你有一日会在内 我们就传着这种信心 这种盼望 去活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 活出盼望 感谢主 祈祷交托 供主名求 阿们 但以你书 第十一章 至于我 当马代的大楼市元年 我曾起来辅助米加勒 使他坚强 现在我要指示你确实的事 南方黄和北方黄 看吧 波斯环有三个黄要兴起 第四皇必附足远胜诸王 他因附足成为强盛 就必煽动各国攻击希腊国 必有一个勇敢的黄兴起 执掌大权 随意而行 他正兴起的时候 他的国必瓦解 向天的四方列开 却不归他的后裔 也不如他当年统治的权威 他的国必被拔出 归给他后裔之外的人 南方的黄必强盛 他的帐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 执掌权兵 权兵甚大 过了几年 他们必结盟 南方黄的女儿 必来到北方黄那里 史虐生效 但这女子不能保留实力 黄的力量也未能存留 这女子 带他来的 生他的 和当时辅助他的 必被杀害 但从这女子的本家 必令有一子接触王位 他要率领军队进入北方黄的堡垒 攻击他们 而且得胜 把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 与金银补器都努力到埃及去 数年之内 他不去攻击北方的黄 北方的黄必侵入南方黄的国土 但却要撤回本地 北方黄的儿子们必动干戈 不过 招聚许多军兵 他要前进 如洪水泛滥 要再度争战 直到南方黄的堡垒 南方黄必发烈路 出来与北方黄争战 摆裂大军 北方黄的军兵 必败在南方黄的手下 这大军既被掃荡 南方黄的心就自高 他虽使万人扶倒 却不能保持胜利 北方黄要再度摆裂大军 比先前更多 挂了几年 他必率率领大军 带极多的装备而来 那时 必有许多人 起来攻击南方黄 并且 你百姓中的残暴人要兴起 应验异障 他们却要败亡 北方黄必来建土队 攻取兼故城 南方的军兵抵挡不住 就是精选的部队也无力抵挡 前来攻击南方黄的必任意移行 无人在北方黄面前站立得住 他要站在那阶尾之地 用手施行毁灭 他必定义 倾全国之力而来 与南方黄定约 把自己的女儿 给南方黄为妻 企图败坏她的国度 这计谋却未得逞 自己也得不到好处 其后 北方黄必转头 夺取许多海岛 但有一丈岁 除掉北方黄对人的羞辱 并且使羞辱归到他自己身上 他必转头回到本地的堡垒 却要半叠附岛 归于无有 那时 有一人兴起接触他的皇位 他为了黄国的荣华 差官员黄征布脸 这皇过不多时就死了 不是因怒气 也不是因战役 北方的恶王 后来 有一个卑鄙的人 兴起接触他的皇位 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 他却趁人毛避的时候前来 用诡诈奪取政权 世如洪水般的军兵 在他面前被冲没 遭击溃 立约的领袖也是如此 他与人结盟之后 做他祖宗和祖宗的祖宗 未曾做过的事 瓜分老物 略物 和财宝 又策划进攻堡垒 然而 这都是暂时的 他必奋勇向前 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 南方王 以极强的大军迎战 却抵挡不住 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 吃王响的 使王败坏 王的军队必被冲没 富岛被杀的甚多 至于这二王 他们心怀恶计 同值吃饭却彼此说方 但计谋不成 因为结局要在指定的时期来到 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本地 但他的心反对圣约 他自已横行 回到本地 到了指定的时期 他必返回 侵入南方 这一次却不像前一次 因为机体的战船 要来攻击他 他就丧胆而退 他努行圣约 自已横行 要回来 善待那些背弃圣约的人 他要轻兵 这兵必蝕毒圣所 就是堡虑 除掉经常献的祭 切立那思行毁灭的可憎之物 他必用考言 奉承违背圣约的恶人 唯独认识上帝的子民 必干强行事 民间的智慧人 必奉承认许多人 然而在一段日子里 他们必因刀剑 火烧 努力 抢夺而辅导 他们辅导的时候 会得到小许援助 却有许多人 用鬼诈加入他们 智慧人中 有些人辅导 为要使他们受熬练 成为结症 结白 直到没了 因为还有一段日子 才到锁定的时期 旦以利书的第十一章 这里记载到旦以利 见到最后一个异象的情况 经文里面 讲到很多国度的兴起 很多王的交替 特别提到波斯王 接下来有几个国度的兴起 然后希腊取代了波斯之后 又会有四个分造四个国度 后来有十个皇帝 出来彼此争夺 最后有一个经文里面 讲到一个很卑鄙的 虚假的一个王 最后出现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在现今来说 很多的读者都会来看看 这些经文是究竟 每一个皇帝在历史里面 是代表着什么的国度 在那里觉得 上帝的经文预测真是准 但我很想和弟兄姐妹去看看 这段经文的对象 在当时弹以利 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讲到 他就是波斯王居老师的第三年 在那个时候 正正就是那些以色列人 开始可以回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而这段经文也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即是说这些对象 是特别是针对 被这些人来看的时候 你猜一下他们 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心里面其实是很期盼的 就是自己的国度可以得到复兴 但是当看到这个异象 里面所描述 跟着下去的时候 其实一直就是波斯或者希腊 一直很多不同的国度兴起 来到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猜一下对于那时候的读者来说 他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 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特别是第十一章 记载了很多这些战争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给我们有几方面 我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去反省的 第一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可能会将圣经 特别像《弹以理书》那样的经文 我们有时将它变成 好像想看看里面圣经讲的预言 这些预言准不准确呢? 但有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 究竟这一卷《弹以理书》写的时候 他当时的读者 对读者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提醒 有什么意义呢? 正如刚才在《经文重点》里面 我有提过 如果好像以色列文 他们很期盼自己的国度 可不可以得到复兴的时候 但当他看到这个异象里面 所描述的 似乎他们的国度 能够真正复兴的时期 似乎只是很遥远的时候 对以色列文来说 我想他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对上帝的信服 很多时候 我们都可能有我们自己的心意 和上帝的心意是很不同的 和上帝的计划是很不同的时候 我想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相信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祂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让我们存着信心 信服上帝的大领 另一方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很清楚地 将人世间的国度那种邪恶 很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 纵然 就算可能这些王 他很有权柄 他能够统观天下也好 但是最终他的国度也会灭亡 会有另外一些王有兴起 然后在兴起的过程里面 是互相受杀 你如我诈 甚至是用欺骗 甚至是利用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刀枪 你都是夺取彼此的国度 彼此的权力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已经是反映了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地 将人邪恶的一面 他要清楚地展现出来 目的是要让人来反省 让人来悔改 但很可惜 今天当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人的邪恶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懂得去反省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继续延续这种邪恶下去 我相信今天 世人实在需要在上帝面前 来到谦卑 去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现在我要指示你 确实的事 但以理书十一章二折上 我们下期见